朱元璋彻底疯了 不仅手持宝剑见人就砍 而且还对死人下命令 皇后听旨 咱令你立刻睁开眼睛跟咱说话 马皇后是朱元璋唯一深爱的女人 可她却是因朱元璋而死 这天朱元璋正要杀死三千多名贪官污吏 马皇后听说后立马绝食 以此来逼迫她网开一面 可心意已觉得朱元璋不仅不听全 反而放出狠话 吃不吃饿死拉倒 咱这皇上再永远都出人 朱元璋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马皇后跟了她三十多年罪事了解 果然在她绝食的第五天 朱元璋终于改变主意 不仅赦免了老丞相李善长 还对宋莲等人从轻发落 然而朱元璋还是晚了一步 马皇后因为绝食竟然导致了旧病复发 昨日那老鼻子突然严重 朱元璋吓得赶紧去查看 没想到意识模糊的马皇后 静一眼就认出了她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回光返照 可朱元璋却无法接受 硬说病情有了好转 甚至对御医下了死命令 马皇后明知说不动老朱 可她也不想牵连无辜的人 于是硬撑着身体给御儿下了命令 让她偷偷把御医全部带出宫 并且还给了他们盘缠用来逃命 这样一来马皇后就没了大夫诊治 结果在当天夜里就断了气 眼看心爱的女人去世 朱元璋实在无法接受 竟变得丧失理智 先是对着皇后的遗体下圣旨 咱令你立刻睁开眼睛跟咱说话 立刻睁开眼睛跟咱说话 眼看皇后没反应 朱元璋以为她还在生气 于是又低声下气的去道歉 那次是咱不对 咱说的都是疯话 你说你要走了 咱成什么了 按照习俗人死后应该立即更衣 可朱元璋却拿起宝剑守在床边 声称皇后只是睡着了 不准任何人靠近 不仅二虎被砍伤 好几个奴婢甚至被活活砍死 就在这时太子赶了过来 他硬是不顾阻拦冲到了父亲面前 朱元璋本来也要杀了他 可毕竟他是马皇后和朱元璋的大儿子 朱元璋这才慢慢恢复理智 是彪儿啊 起来 起来 你能死吗 他怎么能死 随后朱元璋给马皇后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由于马皇后仁慈爱名 无数的群众自发跪倒在精灵街头为他送行 按说朱元璋应该遵从马皇后的遗愿赦免那些罪臣 可朱元璋又为什么大开杀戒 处死了李善长徐达兰玉等开国功臣呢 李善长徐达兰玉等开国了